节双桥节的消息宣布后引起不少关注 有民众感叹它的消逝 发起了拯救节双桥的活动 也有公众通过摄影捕捉摊贩的生活写照 前线设置队发现 周末是节双桥最热闹的时候 除了本地客还有客工和外国游客 陈伟强今年43岁 是节双桥少数的年轻摊贩之一 说起来他已经是第二代了 他的父亲从1969年开始在这里摆摊 直到八年前过世 当时这里还有电屋 而父亲的摊位就摆在店铺门口 因为那个是以前我爸爸传下来的 他以前在这里做这些 可以讨生活 可以养活我们成家人 就继续下去 以前比较热闹一点 连他那组屋还没有拆的时候 很多人走 现在政府越弄越小 这没有什么人了 结双桥所售卖的货品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 包括旧电器 旧唱片 录影光碟 首饰 衣服 手表 甚至还有科技产品 而结双桥名字的由来 是因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有一座地标性的制冰工厂在这里落成 结双在福建化中是制冰的意思 由于这个市集靠近五草水道上的这条桥 所以这个地方就被称为结双桥 制冰厂成立不久后 周围开始出现售卖二手货的街边小贩 到了五十年代 那个冰工厂在翻新的时候 就是它的周边的那些碳位就越来越多 那个年代也是比较混乱的年代 就是这里也有一些社会档之类的东西 不过有些说法就是 有时候有一位车主他失去了轮胎 然后既然在这里买回他自己本身的轮胎 所以后来人家就给他这个一个名称叫做 那个Tips Market 就是说你不见的东西 你可能到这里来还可以找得到 由于市集位于五草水道边上 因此这里也有另一个称呼 叫淡水河 赖起建博士说 当年杰双桥一方面是龙蛇混杂的巢穴 另一方面也是建国初期 普罗大众购买廉价生活用品的地方 过去就是五六十年代 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人民比较贫穷 然后就是他们可以来这里买二手货 或者是如果 而且就附近是那个新柔巴士 所以很多那些马来西亚来的那些 来新加坡发展的马来西亚人 他们就带了一些东西来这里贩卖 然后赚点钱 然后在这里过生活 至宾工厂顺应时代的变迁 而在九十年代被拆除 在2011年 为了新建惹蓝雾沙地铁站 这个设计的范围缩小到今天的规模 最近在仅剩的两个月里 有些本地人组团到这里观光 刘天伟从事艺术工作 也是其中一名导览员 令天伟感到惊讶的是 团友中还有一些年长人士 有些曾经住在这一带 就是年龄比较大的 对于这个地方 在松干肉的地方 它有很深的一个经验 所以挺有趣的 就是当我们带团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跟我们 说一下他们的故事 有人对这个地方依依不舍 但是住在附近的一些居民 却未必感到眷恋 74岁的谢倩妹 住在这里36年 他说他住的子屋 经常出现卫生问题 希望随着市集的关闭 问题能够得到改善 快点好 比较干净 也很肮脏 要不然东西一包包放在楼下 下雨 蚊子很多 前线编导严加爱护 了解其他居民 如何看待杰双桥 旧货市场的关闭 应该是好 怎么讲的 因为比较安全 因为这边很复杂 没有这样热闹 这个市场也热闹一点 这样久 我也是很喜欢存在这里 它有存在 就好一点 有时候我下去走走也是可以 周庆街也是好 可能他们可以移签到别的地方吧 我觉得 根据前线编导观察 面对市集的紫屋楼下 囤积了不少物品 马路边也不例外 这些都看似摊贩收拾起来的货品 此外 在市集结束营业后 地上也留下不少垃圾 这个当然必须改善 因为如果是地方干扰到这里的居民的话 可能就要找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法 储藏他们的一些东西 79岁的阿伯 在结双桥摆摊超过半个世纪 却对这里没有太多的眷恋 为什么 всем 奇谈 你好 伙伴 zwr 龚 还 � unw 小 内 推